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高大的风土 也没有石碑 但是它有一个标志物 大家看 这是监控 监控旁边就是里城前的墨 大家看 这就是里城前墨 前方 单靠手指的那个山尖 那就是九宗山唐太宗的昭令 很多朋友看到这座墨后肯定会有个疑问 怎么确定这座小风土就是里城前墨的 最初在风土前是有一座墨碑的 而且这座墨的地宫在1972年被考古发掘过 也发现了墨制 最终确定 这座古墨就是李世民的儿子李城前墨 接下来咱们聊聊正位墨主人 大唐帝国的太子李城前 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长子 他母亲是长孙皇后 他的舅舅是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长孙无尽 李城前是储君最好人选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父亲李世民就开始重点培养他 对他是寄予厚望 据史料记载说少年时期的李城前才能十分的出众 确实有优秀储君的样子 当时李世民给儿子请了很多老师 比如陆多明 孔颖达 李刚 还有房玄陵 魏征等等 有些事情李世民还会交给李城前 让他亲自处理 比如公元632年 李世民外出 就让13岁的李城前留在长安监国 公元635年 唐高祖李渊驾崩 李世民守校期间 当时所有的政务全部交给李城前处理 也正因为李世民对这个儿子的高度宠爱和期望 还有长孙皇后过早去世等因素 让李城前的心态逐渐发生了改变 随着李城前的年龄不断的增长 他开始跳 开始扩张东宫势力 手下还养着一匹武士 此时的李城前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开始走上了 作死那道路 李城前的一举一动 李世民心里很清楚 但还是给他面子 并没有直接说他 后来皇子子李泰闪亮登场 这位皇子很优秀 深得李世民的宠爱 此时李城前感觉到了危机感 他怕自己的太子位会被废掉 于是他计划除掉李泰 但没有成功 最终他决定冒险起兵逼宫 让他父亲李世民善位 结果李城前失败了 然后被他父亲李世民幽禁了起来 一般像李城前犯的这种谋反罪 肯定会被复死 但是李世民对待这个儿子 还是有感情的 后来李世民下令 废掉李城前太子位 贬为树人流放乾州 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 在公元645年 李城前去世 年仅26岁 当时李世民听到消息话 非常的伤心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他为他霸朝三日 以国公之理下葬 因为李城前当年犯的是毛无反罪 所以不可能陪葬昭陵 当聊到这儿 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 那这座墓又是怎么回事儿 最初李城前墓确实是在重庆 后来被遷葬到昭陵 这件事情 和一个叫做李世之的人有关系 他是李城前的孙子 在唐玄宗时期 他可是宰相 是李世之请求唐玄宗李隆基 把祖父李城前迁葬到昭陵的 唐太宗年间的事情 到了唐玄宗都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所以李隆基也不在意这件事情 后来唐玄宗就批准了 唐太宗李世民在面对自己儿子的时候 他不是那位征战四方的一代熊主 而是一位最普通的父亲 在细心栽培耐心教导自己心爱的儿子 唐太宗李世民在李城前身上 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但最终还是叫他失望了 咱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